請司主委 委員早 主委早 剛剛有委員同仁提到這個中華電信的MOD 是 這個讓我想了很多的空間出來 其實中華電信它的優勢是在它的last mile 確實 那現在的MOD 它大概號稱超過百萬 那未來其實它的競爭優勢是優於任何的一個狀況 這事實也是現實 那這個就牽扯到今天我們招委所拍到這個所謂的中加的 其實這個我們現在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中華電信它的MOD如果在這一些的頻道如果再全部上上去跟一般的有線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看的有線電視台甚至比它還多元化 他們頻道內容稍微有一些區隔 我知道有些區隔 如果它要把它調過來的話 對不對 如果它把它 它讓這些頻道都可以上到它的MOD去 它絕對有它的這個容量在 那如果讓它全部上去的話 那所有的有線競爭區全部都差不多都已經打了非常大的折過去了 目前有線系統還是有在地比較接近民眾的這個優勢 這一點在中華平台上面可能還有一些差異 這個是目前這樣 至少它的競爭就出來了 是 然後再加上我們現在的有線電視台 現在可以開放跨區經營了嗎 對本會已經公告了 已經可以跨區經營了嗎 你知道跨區經營的時候 在地方上就會怎麼樣你知道 很多的地方人士就開始網羅這些里長 網羅這些地方人士 然後開始就組織他們的系統出來 然後你大戶的要來買 大家再來開條件嘛 就會變成這種狀況 所以其實讓我這樣子想了一下 其實這次的望中案中家案 我覺得未來的前景不一定是看好 花了這麼多錢買了這個 其實未來的話其實不一定是一個加分的 不一定是個等好 他們投資這麼大的一個 其實相對的風險是非常大的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投資報酬 這是個人的一個問題啦 那現在我們NCC已經開出了條件了嘛 那其實現在的中家其實還是屬於這個 這個那個基金叫什麼 NBK NBK的基金 還是屬於他們的嘛 所以現在未來他們要如何來處理 要如何來什麼的話 其實還是一個未知數嘛 所以我是覺得今天現在在討論這個的話 我覺得是有點時間 時間點不是一個合適的一個時間點啦 我想NCC應該站在你們的專業的立場上 在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好好的把它釐清清楚的話 那針對它的未來性 大家才不會有這麼多的爭議啦 不過我剛剛提的就是說 從中華電信的MOD 這種的一個發展的狀況看來的話 其實未來我們國內的有線電視的發展 其實會漸漸的改變 其實會漸漸的改變 所以很多的有線電視的業者 我都還認為他們是岌岌可危啦 甚至於他們會開始運用各種的力量 開始來排擠中華電信 我想這個都可以預估的出來的啦 這個在這個會期大概看不到啦 下下會期漸漸就會出來了 然後相對的法案就會漸漸的出來了 然後如何來讓MOD 在一個限制下 限制它的幾個幾分之幾的條款 限制MOD的發展到怎麼樣 限制MOD它的內容是什麼樣 漸漸就會這樣出來 市場就會做強制的區隔 我想這個都會預估未來的交通委員會 一定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提案出來 所以朱衛你也大概懂了我的意思 所以我們今天到來討論媒體的壟斷 到來不如來討論 我們未來我們國內的整個的這些資訊業者 他們的電視業者 有線電視業者 他們的未來的他們的區隔 跟他們的轉變 還有他們的怎麼如何的競爭的分 就是所謂的分別啦 這個倒來不如用這個角度來看 就好像您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現在的網路 的發展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無限的 那你在媒體的壟斷的區隔上面來講 要做什麼樣子才叫做媒體壟斷 這個就已經很難做一個分母的確定了嘛 是不是 一般會計算是在於政府呢 還有核發執照的部分 那各國的管制媒體壟斷 或是跨媒體所有權的規範 大概都是集中在政府掌握執照的這個部門 好 現在喔 就像我們現在要準備就是所謂的4G的平補的拍賣 其實也讓我感受到的就是說 現在4G的平補的拍賣 我們現在 我剛剛看了一條 就是說開放平補轉售制度 就是允許得標業者得以進行這個平補使用權的轉讓 有這樣子的一個定定在 那這個未來平補的轉售的話 可以用5MHz的這個乘以2的最小單位來轉讓 是不是 各位 跟委員報告就是 必須是這個買賣雙方都是行動快民業務的經營者 所以呢 他要根據彼此在業務經營上的需求去做調整 那這一點呢 也是在 那現在的經營者 現在的經營者有多少 目前還沒有釋出執照 所以還不知道 目前規劃是4到8張 現在我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會不會有所謂的平補的蟑螂 平補蟑螂出現 我們平常講 如果從這樣下去的話 這個就等於是鼓勵其他的業者集資進場卡位平補 會有這種狀況會出現的 依目前的規劃呢 比較不太容易出現 因為第一個他必須在這個一定年限之內涵蓋 在法定的一個人口數 所以他也有一個建設義務 第二個呢 頻率的轉讓的雙方都必須經營行動寬頻業務 這個 現在您提到一個重點就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未來在拍搜 拍標售的時候 其實相對的 我們的約束的一些條款 是 這些都要配套都要進去 對 確實很重要 不然的話這些拼補蟑螂就會產生了 是 那你現在拍賣得到了 那你相對的你的約束條件就像您講的 多少時間內 你必須要怎麼樣子的做 如果沒做到 我們又是怎麼樣子 可以合理的把你沒收回來 是 相對的這些約束進來的話 至少把這些疑慮就會消減很多 是 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 就是 我們現在104年的4G 應該是 就可以營運 商轉營運 現在是預估是這樣嗎 在籌備期間呢 其實業者完成建設的涵蓋度之後 他就可以提前營運了 我平常來講 這個速度是慢的非常多 跟別的國家 我們現在看到iPhone5 iPhone5其實沒有4G的話 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功能只有一部分會受到影響 他速率可能不夠 那另外一個 現在就是 已經有業者在開始喊了 就是說未來的4G很難賺 已經有這個聲音 我想諸位也是因為 有可能大概就是 投標的金額或許過高 然後也有可能 因為4G你的速度提升了 速度提升了以後 吃到飽的這些的形式的話 大概幾乎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未來的話 相對的 我們是不是在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為了避免他將成本轉讓到 我們的用戶的身上 所以未來的4G的費率 我們是一定 要不能比現在的還要高嗎 這個有沒有把握 跟委員報告 這個各項的服務的資費呢 要看他的一個 當時的市場狀況而定 因為其實如果市場的競爭是健全的話 那麼業者一定會朝向 要爭取消費者方向去定價 他不可能會買幾乎 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他的競標 花的錢比較多 你現在好像去預計是300億 最少 這是目前匡定的底價 對啊最少 那如果他的競標金額、得標金額他用的投資金額會比較多嘛 比較多的時候他拿到這個的話轉嫁誰?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啊 那這個時候大家罵的話不是罵業者啊 百姓在罵的話就是罵政府啊 那你當初為什麼標那麼高? 那可是相對的,我們應該要定一個高的價位 可是我們也要相對的,該賺取的賺取 不能讓業者圖利啊 可是相對的我們要約束他在一定的消費水準嘛 收費水準嘛,收費水準 你不能讓我們的,後來他們又轉嫁到我們的消費的話 那寄生單身機還不是一樣? 任何一項電信服務呢 都會從他比較長期的成本合理化的方向去思考的 因為現在主委,我現在跟你提醒的就是 這個一定是未來可以預估的事情嘛 因為他們已經講到世紀未來沒有什麼好賺頭的嘛 那沒有什麼好賺頭,他當然就是往這邊走嘛 那我們相對的我們NCC站在這樣子的一個立場上的話 是要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上 如何來把持這個該有的既定的未來的收費 我們要訂定一套標準出來嗎? 跟我們報告其實產業的健全呢 是讓消費者權益能夠落實最重要的條件 我們從3G的一個成長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趨勢 因為市場慢慢發展起來 3G現在的問題是大家抱怨連連嘛 塞車塞得一大糊塗 這其實跟使用行為有 使用行為有關係 可是另外當然我們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啊 因為基地台的密布的問題也有啦 你又要它快 然後基地台又不能在我家旁邊 當然這也有它的問題 不過我還有一點喔 那個主席抱歉一下喔 我們現在2G的執照還有8張啊 2G2G 然後大概是今年到明年的10月會到期啊 那我們現在把它延到2017年嘛 延到2017年 那我們現在這個智慧型手機當道 可是我們台灣還有600多萬戶的2G用戶啊 那這些用戶大部分都是中高零者 是不是 我們要進一步去了解它的一個用戶年齡成分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如果這個2G的服務喔 我們也除了要繼續服務他們 然後也要讓輔導他們從2G轉到3G 這個我們也是有一個責任嘛 無縫接軌是我們的最高指導原則 好不好 不要讓這些2G的這些變成電信孤兒嘛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